其實我的口頭質詢的集中就是元宇宙 當然個人資料都是非常重要 但事實上也答到我第一個問題 但關鍵就是第三條問題 因為我第三條問題 至今我們都不知道元宇宙 現在我們特區政府 至今用了多少個公帑 這是第一個問題 因為我第三個問題也問過 至今有什麼成果 目前今年和明年的規劃 有什麼打算 以及包括橫琴所謂的基地 關於元宇宙的基地各方面 有什麼帶出來 也增加了本土澳門就業的機會 因為始終我們都很希望澳門人有事做 因為每一次司長來到立法會 我都會跟司長分享 就是我們做任何事 我們都很希望製造到就業的機會 使得我們澳門人回到 無論是留學也好 或者是本土畢業 今年已經有兩個大學 畢業的那些畢業生 四千五百多的人 都要找工作 所以這個都很希望 師長真的清清楚楚地 答我第三條問題裡面的內容 這樣會比較清楚 因為坊間謠言有很多 有些說四百億 有些說二百億 有些說一百億 那究竟公帑用了多少個 今天有個機會 師長澄清究竟我們的特區 使用了多少錢 這個也是 施政的透明度方面的 也都是帶遠度 我記得當時 宇宙的方面也都說到 所謂我們橫琴會 廠去做半徒底有多少個納米 那這些也都是 我們都至今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支持的 我們的高科技 尤其是在澳門來說 不是容易真的可以產生 如果可以外資也好 內地的有經驗的公司 投資環琴也都帶動到 我們澳門的經濟 的確我們肯定的舉手 支持這些項目的 我希望我也重複一次 可以制度到澳門人有功做 多謝 我想剛才高天治提到 有關元宇宙的問題 元宇宙其實 沒有一個行定的定義在這裡 這是一個方向 在說數字化的情況之下 跟我們的生活 跟我們的娛樂 跟我們的商業活動 這裏也都包括 現在大家講得很熱的 那個人工智能 它是一個綜合包括 底層的建設 跟應用的平台 是一個綜合 它也都隨著科技 不斷去變化 不斷去進展 過程中 是慢慢是具體 也只是說 有真實的世界 和虛擬世界的結合